戏说唐朝二十二位皇帝重游大唐兴衰岁月 解读帝王双灭人生 一 唐高祖李渊 李渊能当上唐王朝的开国皇帝 有一个人功不可没 这个人就是史世良 这位姓史的狠人手无寸铁 他是用嘴帮李渊上王者的 史世良不是能争善战的将军 也不是运筹帷幄的谋士 他只是一个算命的 旧唐书公古法非常 必为人主 愿自爱 勿忘必言 但算命先生史世良业务能力很强 最擅长给人看面相 早年间他曾给李渊相过一次面 他细细端瞧李渊 表示李渊骨骼惊奇 以后已经能干大事 能当皇帝 他还鼓励李渊要信心坚定 从现在开始就要树立当皇帝的梦想 李渊直呼内行 此后每天早上寄来对着镜子喊一遍 加油加油我最强 加油加油我最棒 果不其然天下归礼 大唐王朝就此开篇 二唐太宗李世民 自治通鉴 若是成则天下皆如所至 党已入微太子 当初征战天下的时候 李渊曾经拍着肩膀告诉李世民 老爸最喜欢你了 以后立你当太子 唐朝建立之后 李渊二话没说 把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立为了太子 李世民表示 我信了你的鬼 被自己老子摆了一道的李世民非常气愤 他发动玄武门之变 全打大哥李建成 脚踢三弟李渊基 李渊一探自己儿子这是疯了 保命要紧 于是让出军权政权 不久传为李世民 李世民开创唐朝皇位争夺战的先河 以后的百年里 皇帝的位子 让这帮李世子孙 抢的是乌烟瘴气 玄武门叶成了大家夺权必去的打卡景点 三 唐高宗李志 李志还不会走路的时候 就已经向李世民表露他想当皇帝的愿望 俺虽然人朽 但是俺志气勾 尤阳杂阻 高祖出幅床 脚边画处成草书 赤字 墙宝之中的李志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拿着毛笔乱涂乱画 身边的太监宫女一看 不能让他老往墙上画呀 于是让他在纸张上涂涂涂涉涉 李志小手一挥 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赤字 这可了不得了 要知道唐代朝堂上 群臣商议出来的一些政策 想法和内容 皇帝拿来审批的时候 就在上面写一个赤字 李世民知道这事之后 焚烧纸张 并且下令不许外传 李志 这个皇位我先预定了 长大之后的李志比李世民还狠 堪称灭国专业户 西图爵 百计 高狗李 都被李志按着头在第一顿梦吹 由于李志的扩将行动 他在位时唐朝版图达到了历史最大 四 唐宗宗李显 作为武则天的儿子 李显压力很大 因为他妈真是一个六亲不认的主 虐待起儿子来一套一套的 李显先被囚禁 后被废 这个皇帝让他当的一点排面也没有 鬼鬼居居小老弟 忍辱负重很多年 好不容易趁着武则天岁数大老 发动政变复辟 当了皇帝没几天 竟然被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给下毒 害死了 李显 我妈 我媳妇 我女儿 他们仨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李显的一生标志着唐朝权力中心的移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国家权力从皇帝手里移动到百官手里 从百官手里又移动到后宫手里 从后宫再到宦官 权力的动荡不安 是贯穿唐前中后期的一个标志 五 唐商帝李重茂 毒死亲夫的伟皇后 要么是脑子不好使了 要么就是发高烧了 他居然想照着武则天那一套 Let's cosplay 他安排自己的儿子李重茂当上皇帝 自己宁朝称职 把持起了国家大权 唐朝臣民们愤怒了 我们允许一个武则天骑在大唐头上作为作福 但是绝对不允许第二个 不久 林姿王李隆基发动政变 朱砂尾后 李重茂也被一脚踢下台来 李重茂 唐根一清点 人家还是小孩子吗 一个无辜的孩子被推上权力顶峰 仅仅在位 十七天 在这十七天里 无数的腥风血雨扑面而来 他短暂而有悲哀的一生 似乎从他孤孤落地诞生 在皇家就已经注定 六 唐瑞宗李诞 同为武则天儿子的李诞 命运比理解要好上那么一点 毕竟武则天还是把他拉上了皇帝大尉 让他舒舒服服的当了几年傀儡皇帝 傀儡皇帝是什么皇帝 简而言之 就是没人权 没自由 没话说 武则天当了皇帝之后 李戴和李显一样 被自己的母亲无情的从皇位上撸了下来 事过境迁 午后已经完蛋 成为历史 自己的哥哥李显当了皇帝 干了没两年就领了便当 哥哥的儿子干了不到一个月 也被人权打脚踢赶下皇位 这回终于轮到自己了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皇太子李隆基不讲武德 背后搞偷袭 李显大业了啊 没有闪 没办法 只好善位 作为唐太宗的才人 唐高宗的皇后 唐忠宗和唐瑞宗的母亲 武则天的一生是这四位皇帝串起来的 贤皇的懦弱是他发家的资本 子孙的雷若就他登上九五之尊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正统正规正式的女皇帝 我想武则天从某种意义上角才是真正的千古一帝 用感性一点的话来说 他曾经拯救过大唐 也忠心过大唐 祸乱过大唐 也让大唐摇摇欲坠 岌岌可危过 他真心爱过皇帝 也真心爱过大唐 可他也曾对李氏政权恨之入骨 对大唐充满了失望 他的一生波澜壮阔 简直比整个圣唐的李氏还精彩 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 是他给自己立了一块墓碑 修碑有什么稀奇的 历代王侯将相 不是都会给自己修碑立传 让后世歌功颂德吗 武则天没有 他给自己立下了一块无字的墓碑 是非功过 千载之后留给后人再评说 八 唐寻宗李隆基 能让李隆基名流轻视的原因 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 历经屠治的皇帝 还因为他和杨贵妃 七美的爱情故事 故事很漫长 但概括起来很简单 李隆基开创盛世之后 觉得万事大吉了 开始和杨贵妃谈起了 你浓我浓的恋爱 谈恋爱就当我搞事业 边疆将领 安鲁山和十四明一看 趁你和杨贵妃在中路游走 我把你基地水晶给偷了 于是发动了 安史之乱 李隆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仓皇出逃 逃跑路上 这帮文武大臣越想越不是滋味 要不是皇帝天天搞对象 至于现在连家都丢了吗 臣子们还算有良心 他们不敢把这份脾气 发到李隆基身上 转而把矛头转向了杨贵妃 士兵发动兵变 要求李隆基处死祸国殃民 狐媚祸主的杨贵妃 小杨同志替李隆基背了锅 惨死马为义 通过这段历史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李隆基是个渣男 嘴上说爱你爱你永不分离 大难临头 果然拉杨贵妃垫背 9.唐素宗李亨 李亨也是一个偷塔狂魔 眼看唐玄宗一路小跑 藏旁出逃 李亨寻思 我也别跟着他干了 没啥前途 于是拥兵自立 直接把玄宗封了个太上皇 兵荒马乱 李亨是个乱世天子 注定他这个皇帝位子 坐不消停 因为当时叛乱频发 李亨没办法 今天拳打史思明 明天痛殴徐黄玉 王爷不偏安这个道理 李氏子孙心里最清楚不过 李亨开始了战斗模式 整日纵马将长 大部分史学家 对这位皇帝评价是一句话 顾头不顾定 因为皇帝老是在前线转勇 导致唐朝后宫和宦官势力 坐强坐大 世间万物总难两全 历史的规律就是如此 这是李亨的不幸 也是整个唐王朝的不幸 10.唐代宗李玉 玉哥是个狠人 当过天下兵马大元帅 收复过长安和洛阳 加封过楚王成王 当了皇帝之后 把吐蕃小老弟按在地上 一顿摩擦 转头又平定了 嫖顾怀恩之乱 收拾完外部环境 李予一脚一个小朋友 全幻离府国 于朝温 成元镇纷纷被痛殴一顿 宰相元宰 也老老实实挨了一顿胖走 实事求是的说 这是一位基本上挑不出什么毛病的人 和他的前辈们相比 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兴趣爱好 身在皇帝位 专干皇帝事 跟他的后辈们相比 他有胆是有魄力 肯干且难干 在位期间 丝毫没有怂过一次 我想 当李裕在大明宫驾崩时 一定是问心无愧的去见 列祖列宗的 他是最有底气拍胸脯 告诉天下的人 我无愧大讨 十一 唐德宗李氏 李氏这个皇帝很奇怪 你说他人坏吧 还不怎么坏 你说他人好吧 他还有点傻不垃圾 一日小李同学到一个叫新殿的地方去打猎 碰到一个农民 在这通界上约 金碎颇忍 何为不乐 天高皇帝远 农民没见过皇帝 也不知道李氏就是皇帝 李氏发问 你幸福吗 农民说 我姓王 李氏 我问你幸不幸福 快乐不快乐 农民说 赋税太重 劳民伤财 不快乐 李氏听完若有所思 觉得自己不深入民间 不知百姓疾苦 真是委屈了这帮农民朋友了 于是 李氏下令 免除这户人家所有赋税 你没看错 李氏同学痛定思痛 只减免了这一户人家的赋税 大唐农民们表示 你在逗我们 没有作为 逻辑荒诞的君王 对国家来说 无疑是沉重的灾难 大唐的下坡路开始提诉 12 唐顺宗 李宋 李宋是唐代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大师 他是当太子当的时间最长的一位 整整在储君的位置上 干了25年 但他在皇帝的位置上 干的时间却非常短 只有186天 台上10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这是李宋当皇帝真实的写照 不仅如此 退位之后的顺宗 还当了5个月的太上皇 职场生涯 堪称是做了火箭 当皇帝的时间短 也并未都是坏处 唐朝使官们 喜闻乐见 老老实实的记录了 这位皇帝的一生 李宋也成为大唐唯一一个有完整自传 顺宗实录的人 李宋表示 很快呀 我大意了 没有事 13 唐宪宗 李纯 武则天当皇帝这件事 对唐朝皇帝们来说是一件心病 这导致后来的皇帝对自己的皇后都非常忌惮 李纯也不例外 这位老兄不仅心里忌惮 他还付诸在了行动上 他明确表态 为了防止皇后篡权 我干脆不例皇后了 这就是怕老婆的极限 我干脆不要老婆了 锦小社会的李纯 没有想到自己这样的举动 居然开了一个先河 在他之后 唐穆宗 唐文宗 唐宣宗 唐靖宗 唐武宗 相继效仿 都没有例皇后 有人疑问 不对呀 唐中晚期皇后一箩筐呀 怎么能说没有呢 的确是一箩筐 可能这些皇后都不是时任的皇帝立党 而是他们的儿子当了皇帝之后 加封的 激起了教育的皇帝们 终于将后宫干政的情况展出 但想要制约和参与权力分割的势力 却不止后宫 14 唐穆宗 李恒 李恒在任的时候没干过什么好事 比如明明战士吃紧 局势不稳 李恒偏偏偏安排将士 卸甲归田 回家养老 黎民百姓受苦受累 李恒不想这如何发展国家民生 反而每天都在吃喝玩乐灶 反向救国这波操作 让李恒饱受 史学家嘲笑 虽然他不是一个好皇帝 但是他生的儿子非常厉害 他一共有五个儿子 其中有三个 在未来都当上了大唐皇帝 这在唐朝历史上 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由于三子为帝 李恒死后 三个儿子为李恒老爸 安排了三个皇后 三位皇后和李恒 共享一间太庙 也是古代罕见 君王无智 臣子无为 这样的组合 就算是世界500强 也扛不住 慵懒 平庸 是那个年代里 大唐最显眼的标签 十五 唐靖宗 李战 十六岁即位的李战 像所有当代年轻人一样 每天只想着如何开心 那么如何才能开心 答案就是各种玩儿 李战喜欢醋狙 就唐代著名足球选手 射门技术杠杠地 白天踢球 晚上李战就去猎场打猎 他还不爱猎别的 专门爱猎狐狸 但狐狸那玩意儿 不像野猪野兔 狐狸比较狡猾 所以比较难抓 皇帝一抓就是一整夜 晚上打猎 白天踢球 时间规划得很充分 可就是没有时间 处理国家大事 小皇帝爱玩 好玩 还研发出一种 独属于自己的玩法 他自己制作了一种纸箭 箭头是纸做的 可以射人 但是无法伤人 他造这种纸箭的目的 不是无聊 没事可干 而是在宫中叫嫔妃们 站成一排 他在百里之外 进行盲射 射中谁 谁今晚就跟他睡觉 宫里人戏称此箭为 风流箭 皇帝倒是风流了 大唐却一天一天 摇摇欲坠下去 16 唐文宗 李昂 也许李昂真的有 治国的决心和想法 他不爱女色 把三千宫女送出唐宫 勤勤恳恳 每天工作九九六 加班熬夜 是常事 逆清解解 在宫里经常搞什么 废物利用 便废为宝 但李昂资质不好 人不太聪明 能力也不太行 所以他不管怎么努力 得到的结果总是 事倍功败 不仅国家没有发展好 李昂一个不留神 还被宦官给挟持了 权力的交替 在此时的唐帝国 愈演愈烈 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权势滔天的宦官集团 软禁了皇帝 当了李昂的家 做了李昂的主 骑在李昂脖子上 发号施令 李昂表示 都是历代先帝 不注意制衡权力 现在反而要我背锅了 我惨呐 此后 他一生被治 郁郁而终 17 唐武宗 李延 李延讨厌佛教 这几乎是 所有大唐百姓 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把个人喜好 建立在国家决策上 就是一件 很不地道的行为了 下面请看 一份李延 针对佛教的行动记录 首先 他查清了 整个大唐 有多少寺院和僧人 然后他规定了 每间寺院 只许住几个人 超过编制人数的 统统滚蛋 最后 他强拆寺院 4600多所 强拆乡旅居所 4万余街 导致唐代僧人 见了李延 就跟活见鬼了一样 李延成了 那个时代的 拆迁队大队长 对佛教来说 李延的打击佛教行为 几乎是灾难性的 佛教教徒 把这件事称之为 会常法难 李延表示 早拆迁早赔偿 晚拆迁会遭殃 在某种程度来说 李延灭佛 是因为寺庙和佛教的 土地面积日渐扩大 在经济民生和朝廷 已经有了 分庭抗礼的趋势 但更重要的是 皇帝没有抓住重点 此时的重点 不应该是针对宗教 而应该是治理军事 藩王和节度使的势力 在地方越来越大 早晚有一天 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18.唐先宗李晨 李晨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 爱好读书 当了皇帝之后 一定要满足自己的愿望 于是他盖了一座巨大的宫殿 挡走他的图书馆使用 成朽成朽的在里边看书 痴迷程度可见一斑 但仗义美多图狗贝 读书多是复兴人 李晨就是大唐二号复兴人 地方献给李晨一支歌舞队 歌舞队里有一位舞女 让李晨非常着迷 李晨被加宠爱 一段时间过去 李晨发现 自己整天都在和这位舞女缠绵 太耽误事了 于是他找来舞女 对舞女说道 你太迷人了 我这天天跟你玩 正经事都耽误了 身旁的大臣们一听 好办哪 劝皇帝不喜欢 就拉倒呗 直接把他撵走不就得了 李晨思路清奇 他摇了摇头 说 撵走是不能撵走的 撵走我还怪想他的 不如赐给他毒酒一杯 他死了 我就消停了 于是 这位红粉舞女 惨死宫中 舞女 李晨你不讲武德 十九 唐义宗李璀 李璀喜欢请客吃饭 大臣们很头痛 领导叫你吃饭 你不去 顶多丢工作 可皇帝叫你吃饭 你不去 那可是 搞不好就要掉脑袋的 一顿两顿还凑火 三顿四顿也没问题 但李璀对请客吃饭 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 三天一小宴 五天一大宴 赶上双休日 还连班两场 大臣们表示 实在是遭不住了 头一次参加宴会 参加到想吐 可李璀不管那个 依然是请客吃饭 歌舞升平 不宜乐乎 对他来说 当皇帝就是为了 找一帮人在饭桌上 陪他吃饭喝酒 热闹起来 他眼中没有皇帝的责任 他也看不到大唐 已经岌岌可畏的样子 二十 唐熙宗李轩 唐熙宗是个超级球迷 他喜欢玩马球 但他不仅仅是 马球比赛的参与者 还是马球比赛的组织者 他曾经发起过一场 空前绝后冠绝古今的 马球比赛 参赛的选手有 神策四军将 分别是 罗元岗 牛旭 陈静轩 这四人被皇帝安排成选手 进行对抗赛 皇帝规定 你们四个 谁第一个进球 谁就能获得 最富饶的西川节度史的职位 而三名就只能获得 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 山南东川节度史的职位 第四名 不好意思 啥也没有 什么是节度史 在唐代 节度史相当于一个 军分区的司令 而这样一场通过踢球 来获得官位的比赛 堪称大唐 世界豪赌 这样的豪赌 无论输赢 葬送的都是大唐 最后的命运 二十一 唐赵宗 李叶 到了李叶当 大唐皇帝的时候 唐帝国在 历代兴趣爱好 各异的帝王们的折腾之下 已经有如一个 苟延残喘的老人 只剩下有人 再给他来上 那么一下 他就能彻底倒下 实事求是的说 李叶不是一个昏君 因为昏君一上来 是不会考虑国家啥样的 只会上来就霍霍 上来就享受 但李叶没有 他希望自己能力挽狂澜 能恢复大唐以往的荣耀 但是事实摆在他面前 击中难返的大唐帝国 已经不是他一个李叶 就能救得回来的 因为这个时候 大唐帝国已经是群雄割剧 表面上大家都是大唐的子民 其实闹半天都是狼子野心 随时准备把皇帝干掉 这也是帝王的无奈 国家昌盛时 他们高高在上不可冒犯 国家衰败时 他们可能命如草剑 比普通人还不值钱 22.唐埃帝李柱 大唐帝国终于迎来 他最后的时刻 李柱的登场 说明大唐满上就要玩犊子了 可怜的小李统治 虽然当了皇帝 但是并无实权 一切权力都在自己手底下的 高级干部朱全忠手里 朱全忠让他往东 他不敢往西 朱全忠让他吃苹果 他不敢吃梨 我们无意去责怪这位李柱没有作为 在大唐帝国命悬一线时 没有采取行动 因为大唐不是一天建成的 也不是一天倒塌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 唐朝历代君王都在不同程度上的 推了帝国一把 他们应该共同承担这个责任 但王国之军的帽子 却只能让李柱戴了 此时的他已经不渴求 也不关心大唐帝国的命运 他只担心自己 为了保命李柱善未给了朱全忠 为了保命他主动请求朱全忠 将他为祭阴王 但他终究难逃一死 道理很简单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李柱的梦醒了 大唐帝国也结束了 问圣唐为何灭亡 错不在一个人 而是人人有责 这帮皇帝谁也逃不了干系 何况分分合合就是历史的必然 每个王朝都有自己注定的兴衰 289年里 圣唐已经走完他恢弘而悠长的岁月 而这些对王朝的遗恨 将永远的飘散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自然到 College的未经许 但是尚迟的何故事 大家看起来 但这些做法 我自己说 needle 那一切都是 你会道想 我自己说 我自己说